2023电视剧品质盛典在上海举行 众多明星亮相红毯,展现各自的风采 其中,杨超越的两套造型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他先是身穿粉色花朵沙裙 优雅浪漫,获得了全媒体关注度巨星的荣誉 后来又换上了白色花包裙 清晨甜美又不失气场 成为了品质盛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杨超越的白色花包裙来自于国际知名品牌DI的2023春夏系列 这是一件非常有设计感的礼服 清摆呈现出花包装的蓬松感 突出了杨超越纤细的身材和曲线 裙子的颜色也非常适合杨超越的肤色和气质 白色给人一种纯洁无瑕的感觉 与杨超越清澈明亮的眼神相呼应 杨超越的发型和妆容也很简约大方 只用了一根黑色发夹将头发别在耳后 露出了精致的脸庞和锁骨 妆容以淡淡的粉色为主调 衬托出她的甜美可爱 杨超越在品质盛典上的表现也很自信和大方 她不仅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和拍照 还与其他明星互动交流 展现出了她的亲和力和职业素养 她还在台上为自己主演的电视剧 说英雄谁是英雄进行了宣传 并表示自己很荣幸能够参与这部作品 并感谢观众和粉丝的支持 她的话语中透露出了她对于演艺事业的热爱和认真 杨超越作为一名从风衣节目走出来的明星 一直以来都有着不少争议和质疑 但是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在演艺圈逐渐站稳了脚跟 并且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形象 她在近年来主演的电视剧加油姐妹说英雄谁是英雄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力和口碑 并且展现出了她不同的角色魅力 她也在多个领域尝试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比如音乐绘画写作等都有着不俗的成绩 她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回应了那些对她不公平的评价和偏见 杨超越是一名值得尊重和欣赏的明星 她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不随波逐流也不怕困难和挑战 她有着一颗纯真善良的心 对待粉丝和工作人员都很友好和感恩 她也有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不断学习和进步 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我认为她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也是一名有趣的灵魂 我希望她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发光发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